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关的呀 对吧 你看说起这个问题 你的眼睛格外的亮 我觉得危险 我刚刚点眼要水 就特别感动 是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 我要想要先听男生的意见 然后我们再从女性的角度 跟人们就分享 我会感受 说白了呢 就是说这个徐庆蕾 动了个卵子 九颗 严厉来说就动九颗 掀起了一个这个动卵的话题 其实我跟你说 这你就看到 我是怎么样的 有远见性的这个责任 对吧 徐庆蕾动卵之前 我就是你去问 咱们原来腔腔的那个主编 他就在徐庆蕾动卵之前三年 我就开始干跟他一样的事情了 你也去动了 他动了谁在乱 专精是有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动卵我还是接触不及 我这个就是 在他这个动卵这个事 说出来三年前 我就给身边的很多闺蜜 给他们出这个主意了 我说 哎 犹豫该不该生孩子 动一管 结果你看三年后 我看徐庆蕾愿意把这个事情公开 但是这个时候 我反倒产生了一些个担心 为什么 担心什么呢 因为国家卫计委说了 投胎需减慎 动卵 动卵需减慎 没有 现在他其实还牵线一个讨论 谁有的要钱 听说蛮贵的 我查了一下去美国 他徐庆蕾也是会去美国 然后他是等包套的 就说你还要包 你要有人帮你解释 做全套 对做全套 然后你每年每个月的维护费 什么什么价格很高 我回去台湾的网站查了一下 台湾大概就是七到十万台币 大概就是在两万块人民币左右 那还好吧 差不多啊 说是北京是不是有个北一三院做这个 好像我听说一个说法是三万人民币 那美国说是就是一般人 是不是一万美元做一个 做一个 对对对 动多少个呢 他乱个 就是做一次 因为你彼此打排卵针 然后他一次可以收集几个这样子 那所以他是一个一个算嘛 一个一个做单位嘛 通常不会 医生不会说 只做一个 有点我们去吃那个日本菜啊 不是有那个鱼鱼卵吗 一团的嘛 只吃鸽的嘛 我今天晚上绝对不吃日本料理 那个就是人家动轮啊 我们吃去了北人的那个 反正那个 徐庆雷也是动上瘾了 他动了一回 他最近又说 说我有时候想着心里痒痒 我说什么时候我要身体状况好了 我再去动几个 对 因为他其实说就是说他 他的形容是说 他就感觉给你自己买了一个后悔药吧 就是说你说你动九颗 但是九颗 他是卵子 他还不是瘦筋软 所以他不是一个佩戴 还不是一个小孩 也就是你只是多了一个的机会 你有机会 但是当然 所以说他才会讲说 很多人说 那我多动机关身体好 你就是累积的卵子数量 你未来想要再受孕的几率也高一点 因为他可能到时候根本不用 不管他动了几个 动了九十个 九百个他也不用 没有到九百人 就大概四百颗最多一生了 女孩子 从一开始 你就一辈子就四百多个 对 我以前有个室友 这是我写的 我在英国念说的时候 我有个室友 每个月都会 就是他没有嫁 每个月都会出来说 我又少了一颗了 我现在从四百开始扣 我现在大概只剩几颗几颗了 而且质量还越来越差了 就是大概过了三十五岁之后 的就会开始下降 四岁之后 人家说就是等你这四十岁之后 我的卵子的健康程度 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医生都会鼓励你说 大概就是 就是四十岁以前 去做这些事情 你说我 我真的这个 就我不是歧视女性 但是你看到这个上帝的设计没有 他就是到三十五岁 你们就开始衰退 至少卵子开始衰退 这个你不能否认 对啊 你看男生就没有这个 男生有啊 男生也差点 但我们基数大 对啊 你们是几千万的数字 我们就百科到 上一了 I'm sorry 我错了 不要这么蔑视我 我错了 几千了 没有你上一没用啊 到最后还是最后 胜者为王 还是还是 还是一个 那个单位是一个还是一条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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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话 对啊 广东话叫一条嘛 对 到最后还是一个 可是还是一样受年龄限制 对 而且说坦白 我觉得男人更惨 因为同样是受年龄 你过了一个年龄啊 那个精子的那个品质 活力啊 品质会下降 还有你男生要做精子以前 总要有个启动的动作嘛 女人基本上就是 这方面比较不用担心吧 你什么叫做启动的动作 启动 你要启动 你比方说你兴奋不起来 你你有精子 那他还在啊 就他还在啊 有在啊 可是你 也不一定 但我可能过了四十 你没移过精吗 你精满则易 有的时候我从小就梦移呢 那你也没启动就移了 你是问号啊 我要回答吗 这一段会被禁播 可能不行 不是那个 你说的那个事情 也有个年龄嘛 基本上过了一个年龄 你还有这种事情呢 我建议你赶快看医生 可是你要想说 就算是就是你可能 就是男生可能到年纪老 他可能是数量减低 或是能力点点点的减低 可是对女孩子来说 你是零 他就是一个一跟零的关系 他并不是说一 然后0.8 0.7 他就是一 你没有就没有 你再生也生不出来 就是也没有 就是你整个身体 也没有办法去称那件事情 而且你要注意 那个除了零 另外呢 等于是说到了更年期嘛 对吧 那你个整个身体 有mutation 突变 整个荷尔蒙 整个system 整个系统会改变 所以马老师也是赞成的 皮肤会变黑等等 韦杰 你都说了 最佳的年龄 是在35岁以前 就40岁以前啦 都比较好 你也给放大了5岁 人家 你们台湾医生说的 最好是 从35岁开始取 就越来越差了 因为你太年轻的取的话 也就 早鸟专案 虽然也是有 但是就是没有那 不要 除非你是 比如说像我个朋友 他是检查出来有癌症 他要做放射治疗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 OK那你现在来去 要不然的话 通常医生也就是 比如说35岁左右 这个年龄 你去做这件事情 是好的 就是成功率也高 你也不会吃这么多苦 然后你的 这个卵子的健康程度 也是够的 台湾没有规定说 你未婚已婚 你任何的 只要你有这个需求 你身体也可以 医生都会让你做 但是取出来 要就是 做这个人工受孕的时候 就有差别了 对 就说你必须要是 结婚了 然后你们要共同 比如说我当时去 说单身 然后我去取的时候 还是单身 那我就还要再找人 来配我的这个 那就是不行 你必须要是 对是结婚的状态 这样才可以取 那你就说 徐景雷的这个想法 你认同吗 我超级认同的 你准备 加在你身上吗 对 我就哪一年生日 我就会说 好 成员 你真的准备去 我真的准备去 因为我觉得 对女孩子来说 这生小孩这件事情 就是 就是上天赋予你的 一个压力 压力 它是一个压力 比如说你看 如果说 我们如果说 算30岁好了 一个男生在30岁 大概跟他说 好了 事业 努力的冲 你就往前去吧 一个女生到30岁 人家就会跟你说 哇 你再不生 我跟你说 你就当高龄产妇 什么什么 就是那个感觉 是不一样的 然后 很现实面来说 你看现在说 就是可能30到35岁 这段时间 男生可以 义无反过去冲 女生如果 你选择要生一个小孩 你就是三年 足不出户的生活 因为你从怀孕 到小孩 可以上学 什么什么 就是三年 那这三年来说 比如说 如果我跟你同时 在这个职位上 开始起跑的话 我就真的说 过你三年 他并不是因为 我能力的关系 而是因为 我必须有其他的 那是你期待太高 你看我们小军军 大着肚子来做节目 对啊 哪有三年 周宇军现在又怀了 你知道吗 我看他一生完 就来上枪枪 对 第二天就来 小孩一小 放旁边边出来 就哎 欢迎摇椅 对啊 你说周宇军 人家也不动 热乎乎的 一个一个接一个声 那他整个性别的权利 整个运作 当然是不一样 像是在 比如说在 我记得是 Facebook跟Google 都有特别 就去年的时候 他们还补助说 如果你是女性 你想要做动软 或者说 就是一些相关的时候 公司是补助你的 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关键是什么 我就说 你想不想 你也有没有想过 自己可能 一辈子不要孩子 有啊 当然会想过啊 你想 你可以选择 这种生活方式吗 就我 其实我有时候 都在想说 有小孩的父母亲 真的非常的伟大 因为像我们 玩别人的小孩 就是小孩哭闹 你还可以还给他 但是 属于到现在 没有要孩子的冲动 没有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还年轻 还有幼稚的成分 我跟你说 人家北京那个医生就劝 说好多女的 来要来动卵 他就劝这些女的 说你与其动个卵子 你不如赶快找个 合适的男朋友 你老不结婚 你 然后你老想着 用这么一个 就是 我发现 这个内地 大陆的基本的 这个医学的意见 还是倾向于 较为保守 不像 徐静雷找那美国大夫 太好了 恭喜你赶快来做 你在 你在对的时间 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现在医学 有一个倾向 为什么会 弄出那么新的 检查技术等等 还有保存技术 让你预先来预防 或说做个选择 不是好莱坞女明星吗 我的家族的 那个癌症率很高 我要切掉 切完这个 切那个 再切那个 预防啊 那就是技术 让你 你有能力的话 你也愿意的话 有这种选择的机会 所以 所以生完出来 取完那一段 可能有人说 我也没打算用它 我取出来看看而已 我都好奇啊 真的我们一辈子的 那一条叫什么 我也想取出来看看 你可以啊 你可以取出来 放在那个血维镜上 是看得到的 这个邓老师 可以教教你 直径0.2毫米 是吗 好像很小 但比咱们的大太多了 对吧 直径0.2毫米 然后呢 主要是 为什么人家魏继伟也提醒啊 就是去谨慎呢 你以为呢 就是说 他要打这个醋排卵针 让你的这个卵子 正常女的 你们一个月就一个成熟 虽然你们有一些 对吧 但成熟就一个 可是这个醋排卵针呢 是一下怎么能取9个 是让你多个成熟 但这个 就是说也许 会有一个小的概率啊 会干扰到你体内的平衡 有可能会造成腹水 胸水 那这个也是 而且呢 男的 捐精 这个你采精 是吧 是无创的 男的是无创的 女生的话都是侵入性的 女的还是我研究了一下 他就是徐静雷的这个 就是说一个直径不到两毫米的刺针 在逼超的这个 看了一下 从女性的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这个这个 阴道吧 进去 通过这个进去 直刺卵巢 取取这个卵子 而且呢 并不保证成活呀 对 成活率 你知道 哎 是冻了受精卵成活率高 还是冻了卵子成活率高 受精卵的成活率高 行 你算是学习了一点 对 我有认真的研究这件事情 对 那那真的当真 你把这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 那是一个给你的选择 就不是说你 当然你现在问我说想不想要想 我此时此刻 就是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孩 我就不会去说 我现在马上要想 但是你能不能跟你要不要是两回事 你能够生 但是你不能生 那比较痛苦 但是你能够生 但你选择不要生 感觉就自己的权力稍微大一点 这个感觉 对对对 这跟男的很多事的想法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 哪个部分 好想知道 我被我被我被也要 但是我要有这个能力 像这样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被我被我被你 那咱们也宣传一下徐敬蕾 你可以看看 拿他做封面了 杂志都动揽先锋 你看他这个设计 就这个钟表 就有点像达利的那个画 就是把时间给动住了 而且你看右上角 那个动得像个玻璃似的 这正是 我跟你说 别人都听徐敬蕾的 他会有很多问题的 据我本哲人研究 1986年 一个慢速冷冻的卵子 孕育的一个宝宝诞生 从哪开始 从哪开始 1986年到现在 人们其实没有足够的年头去知道 经过了零下196度的冻的这个卵子 他大面积的成活之后 养育成孩子 这个孩子的一辈子 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现在不够时间检验吗 不够这个时间来检验 就是为什么说那个时候是慢速动 那个时候更难 就是是慢慢动的 但是呢 你知道卵子 你知道吗 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觉得有点像一吸管 要这么说 就是说它里边水分特大 卵子里面水分特大 如果动的慢呢 里边会结成这个冰晶 嗯 就会伤害 分离 分离 所以后来要不说日本人 发明了一种技术 一秒钟 化一下 直到零下196度 只有这个急动 能动腾叫玻璃化急动 就动得跟透明玻璃一样 这样的话 也就好透彻 对 就像我刚说 我跟那个鱼的轮子 我就缺 我就缺一个实体模特了 别的理论上我都搞清楚了 可是重点 对啊 他这样培养小孩出来 可能马上想到最大特点 不怕冷 习惯 对 原浆说会不会跟徐静雷一样 高冷出来的孩子 但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医疗的措施 或是一些方法 都都没有办法得到时间证明 没有时间足够去 长去证明 比如说 隐形眼 就是眼睛的手术好了 对 这几年都不是说 大家去做近视手术吗 可是你说从第一批到现在 也没有足够的年份去说 OK 他做这个手术 对于视力 对于未来 或说对于整个人 有没有这样影响 那大家做不做 还是这样做 所以医疗还是有风险 自己看你愿不愿意承担 你这让我想起 曾经坐在你这个位置上的 许子冬老师 我觉得 那叫一个拧吧 太郁闷了 他就装了第几个支架 心脏 装着支架 然后你说 他这种知识分子 就是那种 还蛮负焦虑的 对吧 刚装完这个支架 给人家医生打听 这个支架是永久性的 是怎么怎么着的 结果旁边一出门 看见一个来 这个给医生介绍情况的 说现在新发明了一个支架 对吧 一年之后 你的心脏面好了 生物支架 自动融化了 没有了 徐老师 五星星空中 所以你就是这个技术 你刚吓死我 你说 曾经坐在这个位置的徐老师 我以为他不在 因为他心脏病 病又又又发作 他们刚刚都完才做 我们曾经 技术在发展 对啊 这个有时候觉得很冤 像最近全美国都禁止 用那个反施 反施几方法 可是我们吃了几年 像我们在香港 从16岁一开始 就吃那个汉堡 引进了香港 原来我吃了那么多年 理财告诉我 那个东西有问题 对 那感觉那个非常冤的 而且有些地方全部禁 有些还没进 像香港之后还没进 台湾好像 台湾应该是会进的 他开始去立法 所以你把时间的考虑进来 很多事情问题就来 就像 OK到最后还是要怀孕 还是要把那个小孩生出来 假如你那个妈妈 到了一个年龄 身体能够负荷吗 或者说给其他的女生 法律容许吗 你说的太对了 这就说到现在 这还有这个问题呢 第一个那个 韦杰就是说 你可以动一个 你决定到你50岁的时候 但你50岁的时候 你的卵子 卵子不行了 你的肚子就行吗 对他也是 你怀吗 所以说他医生会建议你说 你现在动是 你在未来五年 最好是在未来五年之内 你有怀孕的计划 那你现在动就还蛮OK 那他是以自己十年 为一个期限 就说你这个卵子动十年 你就要来检讨一下说 还要继续动吗 要不要把它取出来 或干嘛之类 他是有个时效性 但就像你说的 确实身体也是有 他一定的承担能力 像我最近就看一个艺人 徐若萱 徐若萱从怀孕之后 从来没有离开过床 而且都是仰躺着的 他已经就40岁 然后好不容易怀孕 他从头到尾都是脚离地 这样 就是这样倒着躺 原因是因为怕 就是小孩承受不住 所以他必须 他要这样子一路到 小孩子够重可以生 然后我有一个同事也是这样 大概40几岁 然后怀孕 就再也没离开过床 从头到 现在走路都要训练了 就是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 难以抉择的事情 就说我到底信仰要早点生 好 还是我要晚点生好 但是你早点生 你可能牺牲是别的 你晚点生 你可能牺牲是你的健康 就说 它是一个很难选择 所以我觉得真的都是看个人 你只要不会后悔 那就好 你看我们过去传统上 老以为啊 女人是离这个动物 比较近的 对吧 我不是骂你 就是 什么意思呢 就是女人的很多事情 都要受她这个生物机能的影响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新一代的女性 她们正在企图用她这个 在超越 她作为一个生物机器的 这个层面上的这个限制 但是这个超越也非常的难 你比如说 就像你说的 现在就说了 你到时候你自己不怀的话 那你就是个肚子 肚子你要找代孕吗 代孕现在也不准 是法律上不行的 在大陆 对吧 你那么 你到时候你 而且你介意 你觉得你的观念啊 就是将来你要孩子 你介意是别人的肚子出来的吗 你确定要问我这个问题吗 要不今天为什么找你来呢 我把肚子借给你 对啊 我觉得要看我自己的身体情况 如果不行 如果不行 我会愿意 因为我觉得如果 比如说他如果 比如说我今天身体很不好 我太瘦或什么样 我身体很不好 他放在我身体里面 他即使就是 着床 然后干嘛干嘛开始 他如果不够健康 或是我承担的 他会因此 没有办法生下来 那我会觉得 那我宁可 他是在一个很健康的环境里面成长 这是妈妈的一种牺牲 就觉得希望说 他会可以在好一点的地方生长 或是更健康的身体里面生长啊 就是你牺牲 因为关于这个议题呢 还有考虑到 代替你怀孕那个女生 他怀孕那九个月 十个月 八个月 跟小孩会有互动的 就是他也是那个一部分 然后那个小孩呢 他跟那个妈妈 身体上面的妈妈 就是怀孕的妈妈 也有互动 就是那个 到底你说牺牲 牺牲了什么呢 谁牺牲呢 难道只有你的牺牲吗 这样很多伦理学的问题 像包括了那个 那个取卵 每个月牌一次 有人说 它是自然出来的 到底哪一次你怀孕了 也是伦理学上面 顺其自然的来的东西 可是你现在把一堆拿出来了 到时候还挑了哪一个 对 我不要后面的 挑前面的 你人工干预 干预了你本来应该 自然出来的东西 在伦理学上面 还是有一番的讨论 不一定不对 因为不对的话 你就不能怀孕 对不起 我讲说 不能避孕 你避孕也是不对的 对啊 你阻止的结合 计划生育都是不对的 你要这么说 那这个要怎么样安排 然后女人 我们不断 不断强调说 可以选择 我们都知道 整个社会的舆论 法律 法律有没有跟得上 这个支持你这样做 还是很难的 可是有徐静雷 这样很好 他有本钱 超过 by pass 这些东西 他就做个先锋 给我们看看 所以人家 从徐静雷的先锋 里边领略到的 主要是 女人不能靠别人 女人要自个儿挣钱 真的 真的 我其实 我觉得就是 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生一个小孩 是去绑住一个别人 我觉得根本就绑不住 如果这个人不要你的话 你除非就自己更好 你是真的愿意说 我愿意花心力 跟心思去 照顾一个属于我的东西 那你有那个能力 就把它生下来 或是你就 你就去做这一些 但如果今天是说 我今天生下来 是为了说 这个人会痒 或是他会更爱我 会留在我身边 那千万不要这个想法 因为如果这个人走了 你今天所做的一切 都是浪费的 我们看了 就是我觉得很多例子上 都有什么 什么加入好门 最后好门不要他 要出来自己再做一些 其他的事业 就很可能 那你当时绕了这么一圈 其实 是为了别人而做 如果今天是为了自己 去做这些选择 那我觉得就 对 卵子是自己的 对吧 精子是别人的 像这样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刚才讲 那个台湾明星 我那天还听人说 一个范范的事 就是他也是挺大岁数 好像怀了两 双胞胎 他是试管婴儿吗 对 他是说他们也有试试管婴儿 也有正常 但你无法算出来说 到底是哪一个是成功 所以最后这个母亲 就是说有生命危险 然后这个范范 好像是跟医生就说 如果因为事先 必须要问你选谁 二则一 是保母亲还是保孩子 他就说 保孩子 这就是妈妈的选择 但是 大概一个礼拜之前吧 就是我 我干妹妹生小孩 然后他推进产房之后 他老公就传讯息给我说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如果任何发生事情 我要救老婆 我不要救小孩 这是符合逻辑的 因为他这个机器可以再造 可是你想 如果以他年纪 他可能生完 他生你没有办法附和 他有一辈子都没有这个小孩 那对他来说 我觉得也很难吧 毕竟小孩也陪在肚子里面 这么多个月 也是会有感情 去放弃 被子会面临 这种问题就等于是说 你切左手还是右手 要哪个眼睛一样 一想起来就非常懊恼的 所以不能想 只有在当时 当时你 假如刚好进产房前两天 跟老婆吵完架了 你就说我要保小孩 不保老婆 刚好前两天非常安爱 你就保老婆不保小孩 我觉得都尊重医生 就是医生觉得他现在救谁 是最 没有啊 有时候医生真的会问你 我觉得就是尊重女 我现在学会慢慢尊重女人的选择 可是我也有时候很疑惑 女人真知道自己选择的是什么吗 就是说 比方说你要完全独立 我将来瞧不上男人 男人不可靠 好 我自己动个卵 我自己决定要孩子的时候 我就要一个孩子 那么你那个时候这个孩子啊 他 这对孩子公平吗 有没有想过 比如说甚至是有些单亲的这个妈妈 男人我都看不上 但是我也要一个孩子 可是你对这个孩子 他所需要的父亲这方面 你就不觉得对他不公平吗 但那也要父亲会就是履行 他父亲就是 比如说他要成为一个model 或者什么 他要成为这个孩子的一个 你像有些 就是我觉得就是 你看有些我们看到单亲家庭 为什么变单亲家庭 可能他们两个在一起 说一点都不开心 不快乐 小孩面前看到的是 我爸过妈一天到晚都在吵架 你们两个在一起干嘛呢 很多小孩会说 那你们不要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是说 不是说谁可不可靠 而是说这两个成人 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 把自己私人的情感分开 而真的是说 对这个小孩是真的说 他是我们的小孩 不要把我们自己私人的情感带来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假如说你有了孩子 你会不会拿孩子 绑住这个男人 不会 我不会 假如这个男人不靠谱呢 靠我自己啊 你就带着孩子离开 对啊 工作这么认真努力 还是把孩子交给他 可能 我觉得如果我有能力 我会 就是就养学小孩了 你都把他生出来了 对吧 男人也要养 所谓不靠谱 可能男人也觉得你不靠谱 可能也许 18岁以前 可能小孩跟妈妈的 绝对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如果生的是儿子 他可能需要的父亲的教育 就是父亲的形象会多一点 那我觉得 等小孩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ơn